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报效了蛮多次的 真的哦 我倒觉得还好 可是他在报效过后有一些回马枪 个人觉得也蛮棒的 也是啦 好 OK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部 也是有关父亲的故事的书名叫做 隐瞒之事 是由那个九敏田康志老师所绘制 那日本那边12集完结 台湾这边的话带你到第6集 然后就又卡住了 对 又是老样子的卡住了 他同样有出动画画 所以原本我也在想这部 会不会也算是有知名度的作品啊 没关系 不顾想推 就是这样子 不顾真的越来越任性了 真的 OK 不这样子这个月也没办法 变成父亲之月嘛 对不对 也是啦 而且我觉得隐瞒之事还蛮有趣的 应该说 其实我对九敏田康志这个作家 我最早对他印象其实是绝望先生 然后我看绝望先生的时候我就觉得 这家伙真是个分世技术的分清的那种感觉 很明显 好 我觉得是有点偏激的 可是就是你们知道那个绝望老师 他绝望先生啊 他其实就是绝望老师啦 他是其实在嘲讽 不是在嘲讽 他其实在影射那个魔法老师 《孽极》那部漫画吗 是松茧的 没有 我没有看过绝望老师 我看了他第一部作品就是隐瞒之事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隐瞒之事 那你运气很好耶 因为他其实 他其实是一个就是 很喜欢用双关语 然后很喜欢用各种的比喻 很喜欢用各种的讽刺的一个作家 不过因为我对漫画这一块 比较算是相对比较有了解 所以隐瞒之事里面捏的那些漫画梗 我可以catch到 但我怕绝望老师有一些 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魔法老师 那双关我觉得 他也不全是cue魔法老师 他只是人数 因为当时魔法老师设定上是一个 少年正态 然后带了一个全班女高中生 三十几个高中生 我这个这种程度我知道 对 然后所以绝望老师 他到底叫绝望先生还是绝望老师 我都叫绝望先生 他也是一个老师 然后带着就是 就是育幼 班上很多人 然后就用每个学生跟老师之间 然后再影射很多 他想要讲的事情 那因为当时看那部 我对九明田康志老师的印象 其实是停留在 对就是一个标签 简单就停留一个标签贴在那里 就是觉得他是一个 很喜欢玩双关语 然后有点嘲讽 但是虽然是走搞笑 但是走那种 玩梗的搞笑式的漫画家 然后我在看了这部 隐瞒之士之后啊 虽然我觉得他还是很擅长玩梗 例如说像隐瞒之士 这本书名的原文 他是写作那个 隐瞒之士 然后他那时候就开始突然间意识到说 我女儿出生了 可是我是个画下流梗的搞笑漫画家 如果我被女儿 或者是女儿身边的人知道 我是个画下流梗的搞笑漫画家 我会害我的女儿被霸凌 被欺负 被歧视的 不 这样不行 所以他就从那个 从女儿小开始 他就一直隐瞒 他是一个画下流梗的搞笑漫画家 这件事 他就变成说 每天早上 女儿去上课时 他就穿上西装 拿着公式包假装去公式上班 然后换上短裤拖鞋 去画漫画 对 在中途换了衣服之后 跑去画漫画 然后每天到时间该到的时候 就立刻停笔 然后回家下班 这样照顾女儿 他们也是一个单亲家庭 不过这个单亲家庭的 也算是其中故事 一个很重要的故事爆点 所以他其实是到很后面才 才描述出来 就是虽然故事中看得出来说 他们是个单亲家庭 可是妈妈怎么了 他其实一直到很后面才有提 所以我们这边也暂时不提妈妈怎么了 我觉得这一段 其实自己看会比较有意思 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这个月会讲到的很多作品 他其实是充满现实感的 有吗 就是他会强调 我说我们这个月讲的 大部分的作品 他会强调 让人跟实际的经验共鸣 这样子 大部分吧 就应该有八成 可是这一部作品 他就是在描述 现实中的戏剧性 就很久米田康志 对 你会感受到强烈的戏剧性 就逗趣跟矛盾的地方 他会强调那些 相对应矛盾的冲突 让你觉得他特别的戏剧性 他故意的 他会觉得他有这种倾向 是啊 就是他很擅长使用那种 冷面笑将 也不是冷面笑将 他的玩梗用的很凶 而且因为里面故事中 就像我们上一集有讲的 天真与闪电 他是就是日常 照顾女儿日常跟煮饭 这两条主要的故事线 然后在隐瞒知识里面 他两个故事线 一个就是 父亲照顾女儿的这个照顾线 然后另外一个则是 有关于漫画家 漫画界职场的故事线 而且他里面的是职场 他并不是只说那种 你如何成为漫画家 努力的这个故事 其实并没有 他讲的是 你已经是一个中间漫画家的时候 你遇到各种职场 跟那个编辑 跟那个出版社之间的各种事情 还有跟其他漫画家之间的各种事情 我其实觉得蛮有趣的 但是我想说 业内人士看应该会都是苦笑 就我们可能是稍微喷笑 他们可能是苦笑 不过我觉得这种自嘲的态度 我还蛮欣赏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还蛮轻松的 他在自嘲自己 跟自嘲别人 跟开地图炮嘛 对不对 对 然后每次大家开完地图炮之后 他又开始自嘲自己 这点我也蛮欣赏的 他很多地方 就是他是不太现实 他是现实中的戏剧 可是有的地方 他有现实感了 他捏得太明显了 对真的 他像里面提到说 现在画少年漫画有名的 不都是女性漫作者吗 之类的 拜托 那还是 对 那还是间接的 他里面有出现一个角色 他的念法 读音跟藤廷和日郎 有什么差别 然后应是取名 那个叫其他的名字 这样子 那他还附助那个读音 就跟藤廷和日郎一样 对 然后还有就是里面有很多啊 例如说 安达冲 我们要学会安达冲式的那种 那个安静留白 然后我就觉得 你这个是吐槽还是称赞 你这个吐槽还是称赞 就是这种地方 我觉得很有趣啊 对了解的人来讲嘛 但如果对这方面 完全没了解 大概就有点像天书嘛 给不到那个点 会有点 因为这个他真的是 他真的开了很多 关于漫画的业界的玩笑 例如说里面还有一个人 就吐槽说 他说啊就我所知 能够用草稿 刊登上的只有一位 然后我讲 我知道你说是谁 然后还有 他还有讲说 那个日常 然后可以每天 暗时生活 那么他家有谁啊 他说荒木老师 跟松本老师 其实我也不记得了 那个秋本啊 对不起 我记得说了 对不起 秋本老师 是秋本志老师 好秋本我有印象了 对不起 秋本我就有印象了 没关系 我刚才的这件事情呢 作者也有在故事中吐槽 他说很多读者都只记得作品名 不记得作者名字 对不起 还有一些比较地狱梗的东西 就是为何他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是漫画家 有一个原因 就比较没有在接触这一块的人 你是漫画家吗 你能不能帮我画 光之美少女 然后 这是第一集出现的内容 然后意外的你知道 好啊 他就是主角就说好啊 然后后来你吐槽说 你的尊严呢 没有我要赚钱 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 画面可能就转到 可能大家 如果看得比较完整 就会发现 好不行 我现在来 我现在要来进入 就是三情的阶段了 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再吐槽他了 没有 我继续 我继续吐槽完 其实我还蛮喜欢一段 就是 你们注意到 就是每一集的最下面 都有一个类似那种 不是每次在周刊连载上 都会有那种作者的画 有有有 他每次都会写一句 你知道吗 就是他会用 他会用里面老师的笔名 然后写一句 然后就会很对称 他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觉得他底下写的 我觉得这个好好笑 我个人每次都会看 我每次都会看 那一条欸 真的我也是 我这是画龙姐精之处 你知道吗 对对 就他们在讨论 就是 关于现在作画 都逐渐转为 电脑作画这一点 一开始看得很认真嘛 我就开始看 就是有些人是不习惯 这样子的 啊有些人就是会觉得 这样子有他的优点 然后比如说 这样子可以有什么样的优点 之类的 这些讲得很认真 然后下面那一条 他写什么 你知道吗 航海王 大概在很多年前 就是用AI画的 我觉得他在讲什么东西 我大概有了解 他的意思 AI 我懂了 就诸如此类 我觉得很有趣 他底下那个很酸啊 不过这样好像没有提到 他爸爸的一面 但是我觉得他在爸爸那一面 表现得很好 就是他平常这个主角 他在那个职场的部分 他跟他助手之间 跟他的那个编辑之间的 那种各种吐槽啊 各种很欢乐啊 各种业界的那种开玩笑 都很吵 可是当他一旦回到跟他 对跟他回到跟他女儿 两个人独处的家里的时候 是一种很安静 然后跟女儿之间的那种 很温柔的一种互动的表现 我觉得那种一进一动之间的切换 其实真的做得很棒 那种很细腻的感觉 真的做得很好 他那个时候的表达 也不煽情哦 有时候只是一格 或者是两句话 但我觉得他其实还蛮有冲击力的 有种被捶了一捶的感觉 被捶了一捶发现 对这不是一个单亲的爸爸 很认真在赚钱养他的 对可爱的亲爱的女儿的故事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从那个画面中 就感觉到他们对彼此的重视 有时候没有对话 但墙上的话啦 还有诸如此类一些小细节 你可以感受到 他们对彼此的重视 我是这样子觉得的 而且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差点 就是你从他跟助手的相处 还有他画那些下流梗的漫画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不像一个会有女儿的人 感觉他要单身一辈子 对 因为他生活态度粗糙至极 可是实际上他有一个很可爱的 对像小公主一样的女儿 他很认真的 非常细致的在养她呢 他女儿也叫公主啊 对啊 对这就是在影射 我觉得我有catch到这一点 然后这样子的公主 这样子的女儿 是完全融入她的生活中 很自然的融入她的生活中 所以我越看越觉得 哇我们其实这种反差很棒 真的 对我真的有感动到 他在他女儿面前是 他真的是一个很稳重的爸爸 对 反正我个人是看得蛮感动的 虽然笑归笑 我很珍惜他那个 突然间他跟女儿相处的那几个 然后我觉得他有个处理手法 我很喜欢是 他不是在 呃 每一集 就是单行本最后面的时候 对 然后他有就是 突然切到女儿已经长大 高中生的时候 对 然后回溯的那个内容 让我看得好心惊胆战 你知道吗 而且只有一点点 就是每个单行本后面的方外篇 大概就只有 可能 十页吧 不知道 大概十页左右吧 然后他就是透过这种 单行本方外的方式 进行额外的 七年后方外篇的连载 哦 超很可怕 但是你知道 看着那个 他们讲话的 对照的台词 然后就想说 怎么了 未来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了 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 去掉了读者的胃口 这点 做得非常漂亮 对 而且还有那个反差感 你快乐 你看正本 你看正文是多么的快乐 你看到方外篇 你就多么的 心惊胆战 起伏不定 真的 然后你再看到 他们相处的过程中 那几个 你甚至你的回马腔 超重的 好不好 我看到犯外篇的结局 我根本不敢看 从头看一遍 我想说的是 我觉得这点很聪明 就是当你在看 好像日常 就是 他平常为了 隐瞒自己是帮他家 搞出了很多那种 那个误会系的笑话 然后跟平常 跟他女儿的相处 这种 可能就是 虽然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 然后你可能也会觉得 好像会有点看腻 但是他却巧妙利用 单行本后面的 这个复注的方外篇 透露一点点 清理后的事情 反而就让你有那种 你的那个一个 那种紧张感 就整个被悬出这一点 对 我觉得这一点 做的真的很漂亮 这个真的很厉害的 一个处理手法 然后你就会想去 买下一本单行本 对 这好像网络连载的时候 并没有 网络连载就是 一集一集的下去 一画一画的下去 我觉得 但是这个真的很厉害 就是 我觉得这个算是 可以看得出来 九米田康志老师 他的 他的 实力 变卖的功力 对 看得出来的功力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而且 其实我觉得他画风 还蛮 蛮有趣的 很干净 线条干净利落 然后角色虽然 角色就是那种 平常吐槽时 大家就是一本正经 战得直直的 但其他的自己动作 也是蛮夸张系的手法 有他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画有时候 他画跟他女儿相处的时候 他平常的 应该说他平常的风格 都是 格子都切得很小 可是这部作品 一旦画到 他跟女儿相处的时候 格子都很大 我觉得 大家读的时候 就知道 就是所谓安达充士的 留白 对 安达充士留白 读的时候 就知道我的意思了 大家可能要亲自去看 重重的一锤 真的 气氛啦 他真的就把动静 动与静之间的那种 风景跟气氛 掌握得很好 所以我才说 我当时看这部 我很惊艳 因为有点颠覆 我之前对这个作家的 的标签印象 真的 对 然后 就我所打听啦 因为其实 这个作者 他的作品 真的是很看人吃 有的人就喜欢 他这个味 可是有人也不喜欢 他那个酸味 而反而就是 这部他的酸味 并没有那么重 就是 他虽然有时候 就是嘲讽了一些 那种 业界干嘛 可是他也并不会 真的就是 很酸 然后又加上 有跟女儿 献的这个故事的 柔和 去调和 所以我就觉得 他整体读起来 是一个让你觉得 很有料 然后搞笑 虽然有时候 你会get不到点 例如我就真的 我完全get不到 他的搞笑点 但是我看他里面 很多吐槽业界 我真的看得 精精有味 还有就是他 跟他女儿的相处 这一段 我看得也很开心 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 他最后面那种 对未来的期待 我也觉得棒 哇 我觉得他只会觉得 他前作有 分世技术的感觉 可是因为 这个隐瞒知识里面 这个分世技术的主角 他其实是 半个社出 然后他必须在 女儿面前 有稳重的爸爸形象 所以他分亲的 就算他其实 有分亲的一面 他可能年轻的时候 是个分亲没做 可是这种的印象 是被打平了 模糊掉了 你会觉得 这个有平衡起来 他身为一个爸爸 跟一个曾经 也许是分亲 现在还是分亲的人 他其实 他把这两个 平衡的很好 就好像这部 作品的平衡一样 这个角色 也是达成了这个平衡 他这个平衡 当然就会比 极端的分亲 或是极端的 性格来说 更让人可以接受 是 而且他是真的 认真在赚钱 我必须要讲的是 对 他其实他妥协很多 就是他并不像那些 什么导本荷叶 我居然讲导本荷叶 就是那种 我会为了强调 自己个人特色 这样讲的有点奇怪 总之就是 在故事中 你会发现到 你会在很多的 故事的一些细节中 发现到说 他其实 因为他只会画画 所以他只能靠 画下流梗的漫画 来努力赚钱 然后他其实 他姿态放得很低 对 光之美少女可以 就是之前不是说 要把他掌心 他就觉得 不用 他说不用不用 没关系不用 他说我安分就好 我能够接到工作就好 就是你会发现 他其实 他为了能够 保住饭皇 他其实是一个 很 很朴素 然后很 有点姿态很低的作家 或者姿态很低 他的工作也接很多 你知道吗 对 真的 他为了赚钱 然后可是你就是 你会觉得说 他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 你可能会觉得 一是他可能 真的是对读者有负责 第二就是 他真的需要钱 对 但这是比较间接的 你在看的过程中 只会觉得很热闹 他们要尴尬 赶不玩了 这种热闹感 但你沉浸下来 你会觉得 他不只连载的问题而已 他还接了非常多的工作 为什么呢 如果静下来还要思考 或是说用翻外篇 让你就是了解一下 翻外篇根本就是告诉你解答 这样子 对 你就可以感受到 那个沉重感 但因为他跟整体的搞笑感 做了一个平衡 所以他也不是很沉重 算是让人看得 对晶晶有惠 会忍不住 一画又一画的 看下去的那些 然后里面 其实我好想吐槽 好像讲 你也有提说 他不是有去接了 就是画漫画的 对 我刚刚是在指这个 去帮动画做人设吧 然后我就觉得 我刚刚就是想说 久米田康志 他有帮那个 游艇天家族的 动画做人设 我知道 你知道游艇天家族吗 然后大家也是称赞 那部故事做得很好 其实我也想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游艇天家族 然后搭上那个 久米田康志的画风 我觉得其实 相当的合适 所以我就觉得 啊我能理解 你被吐槽这件事 大家都称赞说 嗯老师做的人设 这部动画的故事 很棒的 我想本人就是那种 又开心又 就是你知道 无言以对 想象一下 都可以感受那种感觉 有点开心 又好像哪里不太对 但他其实个人的 画画风格 的确实很有特色 看他比较适合 戏剧性的故事 必须有戏剧性 他的画风 才能得到更大的表现 对 然后至于你知道说 做那个 他当原作 然后 作画的那个 叫做女子洛宇 这部我没有看过 女子洛宇的原作 别人把 女孩子画得很可爱 其实就很多 女孩子自己 吐槽自己的事情啊 就是自己当原作的东西 然后的女孩子 画得很可爱 跟那个 他画人设的时候的故事 很好看 对 所以说是自嘲啊 他完全就在吐槽自己啊 自嘲啊 不错啊 自嘲 自嘲有时候就是令人 把地狱梗变得很好笑 虽然说笑起好像不太对 但真的好好笑哦 在这种 对啊 然后 里面还有 他也有吐槽说 一定要想办法画自画 想 里面就有画那种 类似那种 你知道 可以画动物画啊 可以画成机械人画啊 可以画成那个美画啊 我就想 这个不就是黄川老师 然后那个 鸟山老师 鸟山明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 你看就是他在带指谁啊 就你要懂啦 重点是你要懂 如果完全不知道 第一本就打开这个的 真是poor you 可能我不建议 完全没有看漫画 打开第一个 对啦 因为我们毕竟 我们漫画年次比较长啦 看的就相对多一点 所以就很多地方 都看得出来在吐槽什么 捏趴的都是 相对有名的东西啦 对啦 他也是趴的 真的会看不懂 我是知道 他真的还是有 努力的去顾及 说可以让大家所知道啦 所以他提了一些 代表性的老师的 特色确实很明显 这样 可是他有一些 就是台湾人 其实比较没有办法 快速catch到的 这可能要日本人 日本当地人 会比较了解的 也是有这种类型 他自己也在漫画里面 吐槽这件事啊 我觉得就是这种 自我吐槽 相当有趣啊 有趣但也有满满的情感 让我看得很惊艳 就是整体表现都相当 接触的一部 就稳定感吧 他意味着相当有稳定感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不他的稳定又跟那个 王道系的稳定风格不一样 对 这部 这部不是王道 这部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 他不是王道 他是有个人特色的一部 可是他还是个好爸爸 不排斥他是一个好爸爸 对啊 就完完全全是 九米田康志的风格 但是他却能够调和他的 这些题材 然后把稳定的发挥出来 这一点相当厉害 而且他关注他女儿的方式 其实也跟我们之前讲的 那一部天真与闪电不太一样 天真与闪电的主角 他是一举一动 都相当关心他女儿的成本 他是怎么讲呢 很认真的在观察他的女儿 然后做出调整 可是那个隐瞒知识的主角 他是想说 他是先想起来放 说这个女儿可能会 他的女儿可能会遇到 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他要避连掉 这稍微取向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有点自我想象的误会系啦 通常到后来都会解开 他并不会真的就是 让你一直误会下去 大部分都是到中途或后面 会有把那个他的想象物会给解开 就是了 对所以相对的这一部的女儿 比较没有刻画到 对 虽然他出现的情况 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你会印象非常的深刻 但其实对于女儿的内心性 你要看方外片比较多 对 其他都是我们用推测的 但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孩子 是 就是 而且他的想法 其实有时候也蛮超然的 不觉得 他有时候一些想法 也蛮令人惊艳的 就是 居然你是这样子想的 我一开始以为他知道 就是后来他应该要知道 那个父亲所隐瞒的事情 可是我看到方外片才知道 其实他是真的不知道 但这种不知道是没注意到 还是 刻意不去注意到 就不好说了 是啦 他 我觉得这个大家留着自己去看 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部 他的一些 他买的东西其实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一段自己看会比较好 对对对 我觉得方外片这样凑个十页 然后把用 用那个单行本的方式 做方片的连载 真的太过分了 台湾出到第六集 后面不出的是 为了这样子 你也该继续往后出吧 我要看方外片 他想会不会很坏 只有单行本才有的方外片 就很在意啊 你就真的很在意 之后七年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而且有种惆怅感 有一点 好吧好吧 OK 那我觉得 隐瞒知识 他就是这样 我觉得一个 作者个人风格相当强烈 但是却 整体表现相当杰出 节奏感良好 然后在一些故事安排 真的非常出色的一部 我觉得 很值得一看 然后重点是 你真的对漫画意见很熟 的人看了之后 也会被他里面的一些 吐槽给 怎么讲 弄笑 吐槽得很精辟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样子的作者 我们还是要珍惜一下 我觉得吐槽真的好笑 我有被 我有被 就是 娱乐到 对对 喷笑了很多次 我反倒是他 他那个爸爸 因为他爸爸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意外的很有桃花源 他每次陷入桃花源的时候 我都会 这一段我反而是觉得 啊的感觉 可是他的这个表现方式 也很好笑啊 他非常的 怎么讲呢 误会系 不是不是 不是误会系 他的那个桃花源的对象 非常的刻板 他刻板 体现在你知道吗 他去 那个招惹了一个 职业是有关于做菜的 然后他随时 出现的时候 都要拿着一个 炒锅 然后花店的 随时都要拿一个水壶 我不懂 或者拿一朵花之类的 对 他就是故意让他们拿着 就是在不对的场合 要让他们拿着 要让那个读者知道 这个就是那个 对就那个 他超故意的 我就觉得笑死了 因为他 他自己里面也有吐槽啊 就讲说 因为角色 虽然说登场的角色 女生很多 可是会分不清 谁是谁 所以他只好用配件的方式 让他知道他是谁 所以就让他拿着一个 浇水壶 对 对 告诉你说 他就是那个花店的 什么奇怪的场合 他要拿着一个浇水壶 跟一只国产 跟一个国产 他也有抱的食材啦 他并没有都一直拿着 是储具 反正我就是觉得 这点特别的有趣 明明就是有点地狱的 你知道的感觉 但我觉得他这样表示 反而更加的 他就是很有这个作者的feel 他天才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想过 可以这样子搞笑 我倒是有看过这种搞笑方式 不过是在游戏中 就是在那个逆转裁判里面 附带题 我觉得逆转裁判 这款游戏真的超好玩的 大家要记得去玩 完全题外话 以后有机会 以后有机会 我们阿子的G系列 会继续进行下去 这不太有名 我今天就不用推荐啦 好 我想说的就是隐瞒知识 我觉得很有特色 很有趣 可以看 真的很推荐 很推 我很喜欢 我个人真的还蛮喜欢 这个也是有精神毒药的感觉 为什么是精神毒药 等一下 因为我停不下来 我停不下来 太可怕了 是算麻药吧 不是毒药吧 因为那个有趣好笑的地方 会疲乏啊 有时候你笑一笑就想停 可是他那时候就会转接 那个他们两个文心 对 沉默缺文心相处的地方 我就会想看更多 然后就只好继续往后翻 然后又被笑的停不下来 就说节奏感 节奏感很好啊 对 对 对 然后就一直看下去 不知不觉两三本就没了 对啦 唉 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的一部作品 所以我是觉得 推荐值 如果大家以前 对 如果大家以前有看 九明田康志老师的作品 然后对这个家伙就抱着那种 就跟我 跟我之前对他的那种印象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这部 真的会改观 就是 标签可以拔掉 对 真的跟他以往那种 分事技术很明确的那种 嘲讽的标签 真的有差 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这部 真的 推荐 赞 从嘲讽别人 比较偏向自嘲 然后还有就是 用女儿跟女儿的相处 这点去跟他拉平衡 跟调整节奏感 其实相当有趣 出色的一部作品啊 所以就算说 他其实动画画之后 有点知名度 不过还是要真诚的推荐给各位 没听过的 也希望去看 不过如果你对漫画界 完全不太了解 那可能 会比较有隔阂 是呢 好 那关于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隐瞒知识的介绍推荐就差不多到这里 那么真的是一部相当有趣的作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也感谢大家听我们说到现在 这部讲的比预想的还要久一点了 我们中间讲了很多里面的吐槽 讲的意犹未尽 其实还有更多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对啊 很多啊 很有趣 好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拜拜 b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